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标股俱乐部 我是蔡友达 台股今天大涨了188点 收在18034 终于站上万八了 而投信投顾工会理事长张锡 之前就乐观的预期 台股在今年底或者是明年初 有机会攻上两万大关 既然都看到万八 那两万是不是越来越有机会了 但要靠谁来领军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亚洲投顾汤顺奎分析师 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陈一群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观众 我们先来请教汤顺奎老师 好 今天台北股市再创新高 在地新游 你跟我出事入事来到台北股市 不断地站在历史的转折点 那你看18,034点 瘦在最高 台北股市一如之前谭老师的规划 要走主身段 我讲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你觉得涨这么多一点要死的 那航运股涨这么多一点要死的 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涨太多不能 涨很多不能再涨再多 也不知道哪一条法律规定的 那昨天啊 应该很多人都会去 只要看到航运股 好像看到跪到 每个多少人三餐外带宵夜 隔天早餐继续骂 又是回过头来 只有亚洲投顾 一个老师 孤中收利风 读不掉寒江学 昨天杀到快跌停 跟你讲 可以 我们也买了 那今天 今天啊 昨天有很多 我讲过很多投顾老师在看我的节目 昨天在 昨天啊 就全部杀在最低点 我就跟你讲 漂亮 杀完之后洗盘 今天亮灯涨停板 昨天他杀出来 我们把他接回来 今天亮灯涨停 所以我讲过 筹码的问题 由筹码来决定 不需要在车上的那些符额 洗净之后 就会变成这样 然后后面何去何闯 还是那句老话 唐老师歪号叫什么 长龙汤 因为长龙我不讲 不是不讲 是因为他现在关紧闭 我讲了你也没办法买 因为他全额交割 我要预收款券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就开始讲 杨米海运 两个是一样 走势是一样 来 百年难得一见的好盘 一万八千点 全球利率都很低 都没有动 造就百年难得一见的 股市投机大行情 我一定要跟你讲投机 你不要跟我讲 明明大多投 说我要投资 投资就是长期投资 买了不卖 只买不卖的 长期投资 你现在来到这个市场 既然是投机就要怎么样 什么叫做投机 就是赚价差 不要跟我讲大多投 老师介绍什么股票可以投资 投资是只买不卖 那个叫投资 所以你来找我就直接跟你讲明了 就是做价差 投机 都是领先全市场跟你谈 台北股市在讲一遍 要走主身段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的人都觉得 长那么高一点还细 真的敢买吗 此时此刻又回到原人店 你看台北股市长那么高 你如果心里面的建设不够好 你看他年线半年线 季线月线 全部均线理论 葵花宝典告诉我 他都是多头 你不要自己吓自己 鬼吓人不恐怖 人吓人最恐怖 就像这样 老师说要走主身段赶快买 真的敢买吗 你看长这么多 长这么多 你不怕崩盘吗 给你害怕你不敢买 所以很多股票 你观念不通 你对基本面的马步功夫不够 昨天 昨天你就是上在谍天板的那个 航运股 我也讲过 他是主流中的主流 到现在还是没有改变 因为他竟然叫做主流中的主流 表示怎么样 基本配备 你一定要有 听不懂 他也是因为长太多之后 拉回来千呼万唤死拉回 他是要给你买的 那筹码的问题 有筹码来解决 很多不该上车的 我讲过 很多头顾老师也在看我的节目 因为他刚老师外号叫长龙汤 我们长得快三倍还不出 头发派了 怎么会带会员带人家 赚快三倍还是不出 因为你可以赚更多 你为什么要小鼻子小眼睛 当初如果 汤顺葵小鼻子小眼睛 就赚不到三倍了 对不对 所以但你要当初隔日冲 有冲赚了就 对会员有交代了 你要这个市场 你就是要赚大钱 什么叫赚大钱 千呼万唤死拉回 难得的买点 你当做卖点 去想一想 在追求财富的路上 百年难得 今天的投机好盘 你为什么只想赚小钱 你为什么只能赚到小钱 工业的问题 专业的问题 对不对 股市小白 你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 蚕蚁 送到滴冰 你前不路 你后不步 想尽办法跟上我的脚步来 昨天全市场 大概没有人敢跟你谈 对 我说涨价提倡 你自己看一下 说得炒生气 点这么明 你还是不会做 因为很多操盘的味道 我只跟 那个叫做悄悄话 我只跟我的会员讲 来 回过头来 我们韓信点兵 这一波的拉回的洗牌 包括钢铁 基本面好的 拉回都是买点 那你错把冯金当马良 那拉回很多不该讲的 我讲过 筹码的问题 由筹码来解决 不该上车的 他下车了 漂亮 叫做洗盘完毕 所以有些股票 他洗盘完毕 你就要站在买方 中宏 清豪哥 不该上车的人下车了 对不对 宏远镇 看到没有 一根长黑 十字线 汤老师有交过 这个叫做多头运营线 你不要让他站上这条线 下降压力线 突破之后就开始整理完成 就要开始展开另一段旅程 他很赚钱 大家都知道 可是跌成这么凶 你看到跌 你就会怕 所以在这个市场上 我讲过这个大盘多头 技术面没问题 基本面没问题 如果拉回 你因为吸收错误的讯息 你的功力不够 火候不足 你只有一个字 你会想卖 我就在等你卖 不该上车的人 筹码的问题 由筹码来解决 散户全部下车之后 就很多 就如同很多头顾老师 在看他有这个节目 等他们航运股全部下车之后 我们全部收回来 今天亮灯涨停满 航运三雄 昨天多少人在骂 三餐外呆宵夜骂 我就是要他们骂 骂完之后今天亮灯 就是要他们下车 这个叫做洗盘 当然头顾老师没那么简单 要带这么多人 然后像主力一样 把人家洗盘洗掉之后再来讲 讲太好 一堆人上车 所以你不要绕一圈 去参加别人的 然后缴了会费 然后跑来帮汤老师抬轿 这样很奇怪 我不杀柏仁 柏仁因我而死 不要浪费钱 昨天全市场都在骂这张股票 每个看到航运股 好像看到鬼 一瓶二百五完全不认识 杀到快跌停 杀到快跌停 昨天绝对没有人跟你讲 BDI BCI 昨天已经很容易跟你讲说 那个拜登 拜登要压育 压育运价 亚洲投入 唐宗伟都不知道 拜登要压运价 欧洲听说也要跳出来 要压运价 压运价一压航运股就在崩盘 涨这么多 涨快三倍 四倍的 跌回四倍 吓死人了 千万 结论就是千万不要买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你的逻辑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你忘记了 我讲过了 航运股是塞港的问题 跟价格没有关系 假设你是出口商 假设你是出口商 你产品做完了 你要送到美国 你在等拜登帮你打压价格 那个你等 你等半天看你等得到吗 等不到你最后越抢越贵 现在八月份 阳明的运价就调涨了 八月份阳明的运价就调涨 现在才几月份 七月份 八月份又调涨了 运价 附加运费 到美国 到美国去了 那好玩了 九月 旺季来了 那你怎么办 你在等 等拜登后 我还是出口商 我在等 等拜登后 那个打压价格 打下来 我再去订货柜 再去订船 抢船抢柜 那你慢慢等 到时候你等半天 你的货还是出不去 那你怎么办 你到最后只能用更贵的价格 跟买股票一样 去追 去抢柜 到时候你去说 拜登不是怎么样 他管你 对不对 那一行 阳明是拜登管的吗 阳明是拜登管的吗 他是中华民国的 所以千呼万万死拉回 你要站在买方 对不对 昨天 昨天全市场就有在讲 我就在等他拉回 等个筹码的问题 有筹码来决 等那些不该上车的人下车 喜倾福儿 你知道吗 喜倾福儿 他们断头 该断头的断头 该绕跑的绕跑 认为拜登会打压 行价的下车 下车完毕之后 我们来买 买完之后亮灯 对 今天 今天全市场 鸦雀无声 光在家没在化修 只有我们买得很高兴 看到没有 阳明工上涨领板 获利续报 仍然看涨 航运股这波洗盘完毕 准备风云再起 水 这两天跟着我们买到手软 买到脚软的人 每个都去球肉球 老师啊 那拜登 那个听一听就好 他都跟他说 又是高难度的表演 好的股票 难得千呼万坏死拉回 你终于恍然到 老师啊 原来你在洗盘 难怪你都不讲 来 还有很多的股票 我们韩信点兵 踏雪寻美 联电 53块介绍 很多人讲了两个月 都不会动 两三个月 电子股就是不会动 我讲过他淡季的问题 54块 还是不会动 今天已经来到55块3了 快突破了 突破了 1242亿 很多老师讲的联电台积电 两三个月都不会动 他老师讲联电看看会不会动 来 时间点的问题 富桥 19块1叫你买 对不对 20块9 21块4 富桥之效真的无完卵 今天拉回 今天拉回 那这档股票 因为它筹码的关系比较轻 私房菜 私房菜你知道 只带一些清带 卡巴吉的会员 偷偷跟他讲 然后那个长线怎么样 怎么样 因为它筹码比较轻 所以我就不方便讲太用力 反正就私房菜 男人虎你自己看一下 很多美好的仗我们持续在打 来 赚不到钱了 那想听悄悄话的 欢迎加入汤老师的LINE 小老鼠F8个8 或是FB 标股俱乐部 小老鼠F8个8 或是加入标股俱乐部 另外 另外 很多美好的仗我们都已经打完了 在哪里 那档股票 我们都已经打完了 花东大仲骨 花东仲骨 它叫做华东 看到没有 那说第二季大成长 上车就对了 讲完之后你看 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 老师啊 你看我买的时候会让你很好买 会慢慢加温 那我说过它后面会火山爆发 没有亮灯带你到亮灯 华东再创新高 你又错过 开始火山爆发 很温加速 开始狂飙 再飙一根 直上云霄 初也跟你讲 昨天财富重分配55% 100万变150 1000万变1500 水不水 出得漂亮 今天再杀一根 55% 你为什么不在车上 这是赚钱的机会 赚投机财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在车上 它是机会 10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它修得共诊面 还有股票要飙 你脚步跟紧 今天你把节目看完 我会送你一份大礼物 同样一批 华东这一批的 准备做另外一档 你务必要上车 来 结个缘分 五元 五元没元 大家叹座会 我们把这些交回给所谓的主播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请汤老师 帮大家来分析 欢迎您回到标股俱乐部 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 百年难得一见的好盘 台北股市在创新高 在地心有 持续挑战地心引力 要走主身段 左看右看 越看越漂亮 而且今天创新高 重点是还量缩 量缩照理讲要跌 量缩它创新高 代表什么意思 筹码在这一波 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洗盘的过程当中 已经获得了归宿 不该上车的人下车了 那个叫做洗盘 筹码的问题由筹码来解决 就如同 我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航运股 我说他主流中的主流 筹码的问题由筹码来解决 什么叫筹码的问题由筹码来解决 不该上车的人下车了 很多投过老师看汤老师的节目去带会员 对不对 他们昨天就杀在最低点 杀完之后汤老师跟你讲 可以 然后今天就亮灯掌停吧 漂不漂亮 筹码的问题解决完毕之后 就是这样 水 对不对 全市场昨天很多人把它杀在低点 很多人看到航运果 好像跨流贵不敢逼 不敢逼DI 逼CI 只有汤老师跟你讲 对不对 可以 讲得很清楚 白纸黑字 我们买给你看 159块 今天 今天亮灯 今天谁最高兴 昨天跟着我们 跟着汤老师买到手揽 买到脚揽的人 今天亮灯掌停吧 老师漂亮 筹码的问题解决完毕之后 准备风云在一起 洗盘完毕 水 这不是你要的吗 花开不同赏 花弱不同杯 我表演了 我表演多少次 你会发现我都反市场操作 反市场操作需要不是勇气 需要多年的操盘经验 不是专业 很多人为什么都喜欢之前 带你去追高所谓的航运果 不该上车他们上车 那我就知道问题 筹码的问题 要由筹码来解决 就是只有一条路杀 杀完之后我们再接回来 冲出去 股票就这样赚 股票到底应该怎么赚 老师啊 股市好残忍 对啊 就是这么残忍 好了 股票不会让你上车 现在开始埋怨拜登 拜登很开心 押运价押不下来 押运价 他又不是开航运公司 他怎么开 怎么 怎么帮你押 爱普 六百五十九 六百七十二亮灯 六百三十九 开始狂飙了 我的股票不飙着 一飙就开始飙 飙股具都不能让得虚名 七百九十二 公开验证 水 很多美好的仗 我们都持续在打 脚步跟紧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当初也是盖牌 享受 开口说话 想要说话啦 赶快上车 上车之前 你只要把握机会 放轻松 跨出第一步 一试陈主顾 看过黄山你不看山 重点是你要赚钱欲望跟气途心 什么都好谈 而且你这个地方买 可以领先全市场 我有锤 我说到没关 你要把握机会 结果呢 三天让你躺着趴着跪着买 讲完之后 三天让你躺着趴着跪着买 他近如处子 动如脱兔 我说你有把握机会的人 机会机会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跨出第一步的人 买的时候我讲过 会让你很轻松 什么叫很轻松 躺着趴着吹口罩上车 躺着趴着跪着买 买完之后 7月8号 7月12号开始发飙 竟如处子 它动如脱兔 享受享受享受 创新高涨领板 选对股票完全不用管大盘 顺势操作 轻轻松松 你会赚投机财 或是跟对人 乳能四人合患无财 财富的财 你就很轻松 每天就是暗表操客 买的时候 什么叫暗表操客 你操作就是要很轻松 躺着趴着跪着买 等它发飙 发飙的时候 数钞票 轻轻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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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钱轻轻松松 水 这样不是很好吗 一份资讯的价值 再来一根 对不对 持续大涨 这不是很好吗 回首来时消失路 君子故乡来 阴之故乡是 当初的那个当下 你为什么不来 你为什么不来 三天让你买 马上亮灯 开始喷 连镖两根 再创新高 汉地拔冲 再创新高 享受享受享受 你为什么不在车上 会飞的问题 也会学的问题 我讲过 你跟汤老师的缘分到哪里 完全在于你 十年他修得同团度 百年他修得共整 再来 很多美好的仗 我们持续在打 对不对 好戏上场精彩 来 讲完之后让你买 买了吹口哨上车 后面整理 整理 开始创新高 持续整理 我也跟你追踪 我的股票 不会买了马上涨停 但是会让你很轻松 因为我都做波段 我没有在做短线 做短线是最痛苦 而且难度很高 容易赔钱 你有在做短线的 你很清楚 轻轻松松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大买500张500万 轻轻松松 要三成了 今天创新高 精彩持续创新高 获利叙报仍然看长 漂亮不漂亮 漂亮 再创新高 回首来时销色录 当初君治故乡来 英治故乡事 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 我说好戏上场精彩 非常精彩 上车就对了 回过头一看 这不是你要的吗 这是赚钱的机会 你有没有好好把握 你准备好了吗 竹缘持进花持素 最是 人间他留不住 来 加入汤老师的LINE 小老鼠F8个8 就是要你发 不然是FB 标股俱乐部搜寻一下 里面有很多标股的敲敲话 置物不言言文不尽 坐下来谈 汤老师是最会找 转机股的头股老师 去打听一下 一上东山就跟你讲 这一档果然它是大转机股 它叫做巨响 那你来找我会跟你讲悄悄话 那时候30块 后来我等他拉回 等他拉回之后开始买 大买 后来你看他 涨到多少钱 37 38 38块9 创新高 初衛跟你讲 对不对 初衛跟你讲 在亮灯当里 48了 49了 亮灯56了 57了 57了 今天7月15号 57块半 30块已经快一倍了 回首来时销售路 这档果我都没看败 我没看败 它只是操作上的问题 赚多赚少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找 汤老师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股市套客 为什么 因为都讲在前面 验认在后 而且有图有真相 重点是领先全市场 很多时候想做航运股 做那个 千里洋帆 有这么简单吗 这档股票你会发现 这档股票你会发现 老师他有做股票 要做标股 但是他很标 他涨到你会怕 没有人带 这条船 我从头到尾都没看白 你有办法驾驶得住吗 黑马 黑马 黑马很标 问题是你有没有办法驾驭得他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 就是为了买要会操作 你跟很多老师花了钱 结果你看昨天杀在最低点 今天亮灯掌停板 他会不会操作 你应该很清楚 宣德 很多没好的仗 我们已经打完了 行善天下 那时候盖牌 你又是不来 不来不来 我讲过你只要下定决心 什么都好谈 讲完之后你看一下 当天买当天掌停板 宣德 后面开始震荡整理 整理我们就翻快一点 创新高 整理 有没有 整理最痛苦的 新会员继续买 买完之后创新高 创新高 宣德宣德 初也跟你讲 那这档股票我会再买回来 我们就这样 来来回回坐 来来回回坐 想尽办法跟紧我们的脚步来 很多美好的仗 我们持续在打 花东 花东大众股 花东 这档股票你看 我们讲完之后 讲完之后你看一下 孤雷手对吧 后面开始发飙的时候 你看他发飙的时候 这一批人操盘 很不很你自己看 很不很你自己看 老师啊 买来的时候孤雷手 后面用飙的 财富重分配55% 100万被155 1000万被1550万 为什么来找我唐宣伟都无话可说 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套座 来脚步跟紧 那同样的这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跟紧脚步来 这一档股票 它叫做迅速确实 迅速确实 今天已经按表操客 这档股票后面会很飙 它会跟滑东一样 刚开始很稳后面会狂飙 同样一批人在操作 你是跟还是不跟 不要再错过这一波赚大钱的机会 跨出第一步一次成竹库 今天还是一样 五元啊 结个缘分 100个名额 等一下0800的电话 你自己三家的名额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好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区 个表家证券 无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MING PAO TORONTO